我们去看一看冯仲虎的一些资料 就是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呢就会把一些资料发给大家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就是 以后啊多了解一下回国权的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只要是跟共产党说不 共产党就说你不准回来 那个国家就打来了 共产党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是中华共产党共产党共和国 其实应该是这么改的 在这我们要记得啊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任何一个反对它的人 反对它的组织 它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是事实 不管你法律 就是没有法 没有法律 就是我下头 我今天我给大家 我发在网上了 就是说他们说 有一个文章说 鲁迅 鲁迅滚蛋了 鲁迅大家都知道鲁迅了 鲁迅滚蛋了 他笔下的人物欢呼翘耀了 因为鲁迅当年就是说 毛泽东他们一直宣传就是 他是揭露国民党那个黑暗势力 说贪官腐败什么的 现在他手下呢 他写的那些统一级什么的都复活了 是吧 现在又不行了 中国现在又反过来了 是吧 现在要鲁迅活着 共产党肯定把它关进监狱 所以你写了这些东西 开始写共产党了 是吧 所以鲁迅现在就要滚 是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这些事情都是很可笑的 其实跟这个人生啊 就是跟这个 就是理性的东西 是相违背的啊 那么 这样的话我就叫刘洛 给大家讲讲药杀问题 给大家看